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著名的撐警藝人楊明 他旗下的那間鄧湯店 接連遭到網民的追擊 上一次有人去食環署投訴他店鋪的牌照問題 今次有些網民去到泰國品牌藍象那裡 舉報楊明的鄧湯店有些宣傳品 涉嫌盜用商標 究竟發生甚麼事 原來楊明的店鋪其中一款菜式 叫做藍象王咖哩牛筋飯 這張宣傳海報和餐牌上 印了泰國藍象的商標 人家港澳區總代理百利康環球有限公司 在Facebook發出一則聲明 他裏頭就這樣說 近日收到泰國總部的通知 發現你這間公司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 使用了藍象品牌名稱和商標 並且用於商業營銷售賣和宣傳一事 現在敬請這間公司 將所有包含和藍象相關的任何宣傳品 包括但不限於餐牌 Facebook Instagram 圖片 海報等而除 如果由今天起開始計算兩個星期以後 繼續發現在你的餐廳裏面 展示任何有關藍象品牌的宣稱 本公司就一定會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特此聲明 叫你不要再去盜用人家的商標和品牌 好了 楊明原來就說 哎呀 不是故意挪用的 其實初衝只不過是想顧客知道 我們用哪種牌子的醬料 早前收到他們代理的電郵 已經通知了全線的店舖 即時移除相關的海報和餐牌 我們很尊重代理商要求 亦希望可以繼續用這個品牌的醬料 但是假如對方不想我們繼續用 我們亦會選擇其他醬料 這些擺明就是缺乏知識產權的認知 你用這個所謂藍象的醬料 你就可以擺別人的公仔在這裏 這些很明顯是侵權的行為 如果你是要使用的話應該怎樣 就應該隨正常的途徑來申請 如果別人批准就批准 別人不允許的話你都沒得用 否則的話不用整個商標註冊 是不是 這些根本上離譜 其實就在那邊搏 最近我看到楊明一則訪問 接受這個點新聞的訪問 他在裏頭非常詳盡地發表了一些關於他自己 對於香港警察的看法 以及對於時局的一些評論 他就說了一件事 這就是應該是整個訪問的重點 他就提到 鄧的這副招牌 已經跟支持警察 是綁在一起 究竟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 我們逐一看看他訪問的內容 首先他就幫那班警察 鄧他們不抵 他就說 警察往往就被人說他們 就是濫用暴力 我想請問楊明一聲 到底你看哪個電視台的新聞 看得到警察是沒有濫用暴力 就算你看TVB 那些警察一樣也有打打年輕人的頭 那些畫面一樣是有出過街 你到底是深盲還是眼盲 還是看不到呢 那麼多網媒的直播 那麼多互聯網的直播 完全你都看不到 過去的大半年 你敢不敢說警察是沒有濫用暴力 你不要只是接受那些點新聞 只是給藍絲看那些媒體的訪問 你不就出來 大大方方接受NOW電視 或者接受這個 有線電視的訪問 是不是 你接受他們訪問的時候 說清說錯 就說明警察是沒有濫用暴力 你不就開誠報公說吧 不要躲在那些 藍色的網媒那裡說 第二件事他就說到 說和平示威是OK的 開頭他也很贊成 但是遊行就是遊行 不可以搞破壞 這些很典型辦中立的言論 如果遊行 就這樣走下去就有用 請問6月9日以後 為什麼特區政府馬上又撲出來說 說聽到市民的聲音 只不過會直上大會 照去的 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直到6月12日有一群年輕人出來抗爭以後 才改變了態度 是不是 為什麼你告訴別人 正如那些年輕人所噴的標語一樣 是你教會他們 和平示威是沒有用的 所以才激起了這些激烈的抗爭 你不要一味怪責別人 如果你是從善如流 如果你是在6月9日 林鄭月娥 懸崖立馬 決定是無限期各自 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是不會出現過去大半年以來 那麼多事件 就是你因為一念之差 在那一刻 就是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你是決定照去馬 是不是 而且你是呼籲了建制派的議員 建制派的政黨出聲明 說支持你特區政府繼續去馬 而且當時18區的區議會都是支持你 所以才有今天這個結果 為什麼你不看這些東西呢 你只是看和平示威就OK 和平示威誰說不OK 因為OK完之後你不會聽 所以那些市民才轉移 去採用一些更加激進的方法 為什麼你不看了這個前因後果才出來說呢 經常說人家暴力暴力 暴什麼力 夠不夠你警察的暴力 永遠只是說示威者暴力 示威者什麼暴力 是不是 夠不夠你警察暴力 還打算玩電槍 對不對 射盲人眼暴不暴力 打人家爆肝暴不暴力 搞到人家 拿到人家的皮膚 到現在都是滲血水 那些催淚彈是暴不暴力 射武漢暴不暴力 為什麼不提這些呢 經常在裝中立 經常說和平示威就OK 如果沒有612的那群青年人走出來抗爭 神祖你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就過了 多餘的在爭論 好 第三件事他怎麼說呢 就說到他不會怪責那些年輕人這樣做的 只會怪背後控制或者誤導他們的人 這種又是大台理論 明明人家說得很清楚 這次是沒有大台 因為那些青年人老實說 誰有復不了誰 這件事是事實 是不是 沒有人可以做一個統一的指揮 這個太明顯了 如果有 就不是今天這個程度了 告訴你 全部都是正正因為沒有指揮才被拘捕那麼多人 而且就經常想著 那些年輕人被煽動被洗腦 背後有人控制 有人誤導他們 十幾年來都沒有改變 不單止你們的防疫態度和措施都沒有改變 連這些思維模式都沒有改變 2003年7月1日 時任立法會議員民建聯的陳鑑林 在天后地鐵站接受TVB採訪的時候 正正是說那些市民是被誤導才出來遊行的 你現在又是這樣說的 就說有人在背後控制或者誤導他們 不要再用這種模式 不要再用這樣來想別人 誰有空誤導他 誰有空控制他 全部都是經過他們自己的心思熟慮才出來 你以為去玩嗎 你以為抗爭在那裡玩嗎 這種語言其實變相在侮辱別人 你這個臭小子 你也是被誤導的 你也是被控制的 你根本看不起別人 你覺得別人沒有一個獨立的思考 沒有一個批判的思考 第四樣東西 他就說自己 影響了兩成生意 不知道是好了還是差了 他講的影響 好影響還是壞影響 他沒有說 他就說 不單止他影響 全條街都受到影響 並非因為他發聲才受到影響 可能說是壞的影響方面 即是跌了兩成 他就說到他這副鄧的招牌 和支持警察已經捆綁起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光顧那些藍絲食客 又不怕排隊 又不怕拿著他那個 鄧招牌的外賣袋到處走 那些人到底有多少人排隊呢 是不是 到底是真相還是假象呢 是不是每天都有這麼多人排隊呢 好了 然後他又說 為什麼他經常要在微博發表的貼文 發表的相片 大排長龍的相片 他就說要告訴香港警察 是好多人都支持你們的 不要再說謊了 你這個神話 這個沉默的大多數的神話 已經在11月的時候破滅了 當初你們還以為自己真真正正是沉默的大多數 會在這個區議會選舉當中發揮力量 下用選票掃走所有非建制派黃絲陣營的人 結果是輸得一跌一跌 甚至乎這一種神話 連你們那些警察自己也相信了一份 就說選舉以後民意會逆轉 麻煩你們把你的狗眼看清楚 是不是 還逆轉什麼 還支持你什麼 支持警察的就是佔社會上的小數 為什麼要反覆強調很多人支持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真的銀河包出來支持 楊明如果不派這個鄧湯卷的話 有沒有人真金白銀去排長龍支持你 你出來交代一下 他就說不想警察失望和灰心 今年的願望就是希望收窄到分期 大家都是香港人坐下來慢慢談 我想說自從九七主權移交以來 你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到現在2020年 已經說了23年 50年不變 剩下27年 請問你什麼時候完成這個憲制責任 就是落實基本法第45條和第68條 賦予我們香港人普選行政長官和普選立法會的權利 麻煩你先說清楚這兩件事 只是說第23條立法 坐下來慢慢談 談了很多年 完全是拖字決灑無賴 談談什麼 談 說謊 所以這些人撐警 就是這麼沒質素 告訴大家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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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